各位长子 还有船道 传道 以及各位弟兄姐妹 各位亲生有没有在这里呢 感谢主 我们再次来到 我们教会来服事 上次是台语奖上 过年后第一个主日 那今天我有機會來華語禮拜 主你這樣子的禮拜跟聖餐的現祖 我們一起來聽同報告 主我們謝謝你 同生你的檢選 同生你的恩典 我們稱為生你的兒女 讓我們一組同中 這個聖餐給紀念你 在余樂節的時候 主你最後的晚餐 與你的門徒一起分享 在余樂節的晚餐 主你用這樣的晚餐 與門徒做最後的約定 主我們也遵守你的教訓 遵守你的指令 我們今天來一起守這個聖餐 讓我們更了解聖餐的意義 讓我們再次跟你同做的時候 讓我們更委身 更知道如何去活出真理 主我們也謝謝你 祷告奉靠耶穌這個聖餐來求 對 先在主裡向大家問安 在這個保羅寫信給這個教會的時候 哥里多前書是他寫給哥里多教會的書信 他把這後人把它整理起來 他一開頭 先會問安 先會請安 有時候他會跟他自己 以及用跟別人的名字 一起來請安 他在更多前書 他說 奉神的旨意 我們照做耶穌基督 使福人保羅 還有弟兄所提禮 寫信給哥里多 神的教會 他說什麼 願恩會平安從神我們的父 並主耶穌基督歸於你們 保羅在寫這個書信的時候 一定會問教會 有沒有平安 問教會 跟教會請安 有時候他還會寫 跟他的那個 提摩泰 他屬靈的孩子 提摩泰一起提禮 那有很多前書的人 他是跟那個 弟兄所提禮 寫信 也就是跟教會 神的教會問他們 有一個 我們都喝過三合一咖啡嗎 三種東西架在一起 跳出來的咖啡 那我們也有這個 三合一的問候方式 我不曉得各位 懂不懂 知識到 可能或許 在座當中有人 曾經有這樣子的方式來請安 那我們也來互相請安好不好 那這時候我們要做示範 請安哥 哇 是齁 我們一起來做個示範 好 變聖父 聖父 然後聖子 聖子 這樣子 這是那個 阿秋巴 這時候是 然後聖靈 奉聖父 聖子 聖靈 向你問他 來 拍拍他的肩膀 那我們一起 彼此的問候 奉聖父 聖子 聖靈 祝福你 來 好 一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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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希望大家可以 適處走動一下 好 好 聖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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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羅 他有他 問安德基的時代 他寫出給 好幾間的教會 很多 世間的 向他們啟談 向他們問他 我們 自己的時代 以後大家會自己研發 這是我以前在 一間教會 一身年輕人教我的 一間教會 稍微呼吸一下 圣父、圣子、圣灵 奉上了一台神 向弟兄姐妹问爱 愿大家这样子请来 当上面的神有更大的火象 在每一个人当中 今天的经文是根据圣餐的经文 圣餐最源头是主的晚餐 是主的晚餐 主在他最后的晚餐 跟他的门徒一起过的 这件事发生在耶稣被卖的那个夜晚 如果有看过耶稣 耶稣传或者说 Passion Sonenji 那一部片拍的非常地真实 在最后的晚餐那一夜的时候 耶稣 那个晚餐是愉悦节的晚餐 是愉悦节 他们要纪念以色列的 西伯来人 他们在埃及的时候要做奴隶 他们在做奴隶 要做庄块 那时候法老人 下说你们不能够去捡那个稻草 不能够去捡那个木材 但是你们还是要交一样的庄块 不提供给你们那个 烧庄的那些材料 所以以色列人过得很痛苦 而且摩西跟亚伦去请求法老 那我们去敬拜我们神 是要走三天的路程 到这个第三天 离这个埃及 他们住的地方 三天的路程去向他们神 献祭敬拜 那也请求法老 放他们走 让他们能够离开埃及 但是呢 法老的心是刚硬的 所以阿神就最后这样 这个死灾 前面的九灾 科学家曾经研究过 都可以用自然科学去验证 这些灾害 所以他跟自然灾害还蛮像 那天地万多是神所掌管的 九个灾 前面九个灾 科学家都可以用科学的原理 去把他证实这个灾难 但是只有最后那个死灾 投胎的长子死掉 没有办法去证实 因为连法老王自己的孩子也死 但是呢 只有以色列人 只有他有个长子没有死 这个到底是神的作为 科学家最后给他结论是神的作为 这是只有神可以做的 前面九个 前面九个天然灾害 人可以去思考理解 但是第十灾没有办法 所以以色列人为了纪念 这个旅月节 在他们王国之后 在耶稣时代 他们还是在过这样的经 所以耶稣就拿起饼奶 注谢 剥开 然后递给门徒说 你们拿这个吃 这是我的身体 然后又拿起杯注谢了 然后递给他们说 你们都喝了这个 是因为 我立月的血 会多人流 要死罪得胜 但我告诉你们 从今后喝这个葡萄汁 在我的锅里 同你们喝新的奶的日子 这是根据马太福音 26章 26到29节 最后的那个晚餐 也是主怎么样交代门徒 把耶稣跟他的学生 十二个人 十二个人 其实这个只是 一个很普通的一个晚餐 刚好是那个余夜节 所以余夜节 他们要吃无效饼 他们要吃苦菜 那他们在中东的人 可能是在餐前 或是在用餐的过程当中 有喝这个葡萄卷 葡萄尿酒 那他们在 这耶稣 就在那一夜 用完这一餐之后 到柯西玛林园祷告 就在那个地方 怎样 就被友达给出卖 这个顾身殿的 这个祭司 顾身殿的这个宾殷 受祭司的指令 受法利塞的指令 怎样 用这个三十个 三十块钱 怎样 有待被收满 然后耶稣就在那一夜 怎样 就被抓 然后隔天 就这样子受难 然后到他被一时降 直到三日又复活 然后到圣灵降下 门徒被圣灵充满 然后开始勇敢的去传福音 所以第一次的圣灵 第一次的 是主所守的 跟十二个门徒 那圣灵降临之后 彼得 成为第一个步道家 圣经讲 他大胆的去向众人传福音 彼得讲了 管了道之后 当天 门徒增加了三千人 是根据使徒行传的第二章 所以第一个步道家 彼得 耶稣的最忠爱的学生 你不要称他是大师兄 耶稣的这个门徒里面 排行是最大的 但是他血气放肛 又称为什么 雷子 那 耶稣说他是盘子 那 耶稣也说 这钥匙要交给他 那 天国的钥匙 所以彼得 彼得 他讲大完 哇 大家悔改 增加了三千个人 他这样说 你们个人要悔改 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 叫你们的罪得色 就必领受所示的圣灵 我们先要认罪 圣灵才会进到我们当中 所以这是根据使徒行传二章十八节 彼得讲的话是 别离我们 我们人一定要悔改 做基督徒的 我们不管在当中 不管你是不是目道有 或是已经信主非常久 我们要不断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 时刻刻去反省 也不只是去反省 更要怎样 来悔改 认罪 只有耶稣能够从我们 把我们的罪系给除去 只有耶稣帮血能够洗净 我们的罪 这个是根据彼得所讲的 第一步就是要认罪 要悔改 如果我们没有认罪 没有悔改 我们信主那么多年 我们还是怎么样 我们还是一个 活在罪的当中 所以我们要承认我们自己 那个罪根源 罪约统的那一个罪 如果我们认罪 我们当然会得到主的圣灵 耶稣 他也承受洗 耶稣他 出来传告之前 他被一个人叫约翰 跟他有一些亲戚关系 那约翰行洗礼 后来就变成施洗约翰 就变成施洗约翰 就变成施洗约翰 这个在披着骆驼 用骆驼的那个毛织成的衣服 吃那个野蜜的彼得 其实是过得很简单 这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生活 在旷野 那耶稣被他施洗 这马太福音三战十三节说 耶稣从加利利来 到了约翰 看见了约翰 要受他的洗 这洗礼 洗礼是进入教会的一个 一个门 一个门 就是说你洗礼之后 你成为那个教会的 这个成人的会员 这个在教会里面 就是这样子叫 我们的规定就是这样 法规就是这样跟规定 你洗礼了 你就是教会的这个会员 但是我洗礼完 我倒霉了教会 可不可以领受圣餐 一样可以 洗礼才可以领受圣餐 但是小儿洗礼的人 他还不能领受圣餐 因为他是被妈妈带来 教会在牧师的面前 他没有自己决定 他是被爸爸妈妈带来 这样被施洗 所以等到长大 还要一个坚信 在众人面前 再次的告白 他的洗礼 说他之后才能够领受圣餐 那 现在大家知道说 领受圣餐 是一个 你洗礼之后 才可以圣餐 那 这个圣餐 不是用吃的 不是我们吃圣餐 吃这个 吐司 有的人吃面包 那现在用本土化 本土化 本土化说 我们要吃饅頭 有的人要吃凡薯 这实际是一个变更 所以你要本土化 那其实在国外 一些教会 他们用他们当地的东西 来取代这个生产 那有人说 要用这个 烏龙茶 来取代葡萄酒 还好我们彰化有出产葡萄 所以用葡萄茄 蛮本地化的 那 有地方就是 用其他地方去取代 像原住民的教会 他们有种小米 他们有量小米酒 这是他们的饮食之一 他们用这个来取代 这也是可以的 这是在现在教会 要用这样子 去做一个在地化的一个过程 那 今天我们还是一样 这个圣餐 是用领受的 或是用吃的 不管用什么方式 不管它的东西 用什么去取代 这个东西还是要 用领受的 从神那里领受 从耶稣的教导里面 来领受 所以 这个圣餐 我们不要用 我们吃圣餐 一定要用 我们来领受圣餐 领圣餐 那洗礼呢 虽然它只是一个滴水礼 它象征了我们的 罪 得 被洗净 罪得释放 让我们在罪的当中 被释放 成为神的得礼 那这个圣餐的意义 对我们有什么帮助 我们该如何 用神的心态 来守这个圣餐 或许在座人当中 每个人常常去吃什么大餐 毕业大餐 毕业聚会聚餐 公司也有聚餐 同学之间也会去吃炸鸡 吃大餐 你们有时候也会吃一下聚餐 这样你们在聚餐的当中 吃这个大餐的当中 吃生日大餐 那我们教会今年90岁 90年 社教90年 7月12号 那天刚好是礼拜五 我们家庭礼拜 就停掉 大家来教会 敬拜神 然后最后吃生日 这个蛋糕 这主角当然是 这个教会90岁 那他背后的主角 跟这间教会一起 庆祝这个教会生日 那也庆祝耶稣基督的福音 来到 在贝勒教会牧会 所以来到贝勒这个地方 已经90年了 所以这个你去吃一个大餐 或许有一个主角 生日大餐就是 受心 那我们守主的 跟主一起守 这个餐 守圣餐 是什么 这个主角是谁 是耶稣基督 耶稣基督 跟您之间的关系 所以我们要先 有些来思考 当我们在守这个圣餐的时候 一定要想到耶稣 一定要想到耶稣 这个圣餐不是说 这个东西吃了 就没有什么意义 虽然这只是一个象征 但是我们要对这个当中 来领受它的意义 况且它是雨夜间的晚餐 神经跟我们讲 是雨夜间的晚餐 我们第一点 我们要先大脱自己 就好像耶稣所说的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能当你此行 二十一解说 他就把这个拨开 拨开像是什么 他的身体 即将要被撕裂 他的身体 即将要被捐献出来 成为一个寄屋 我们看罗马必定 怎么修耶稣 身上怎么讲 旧约已经有预表了 在以赛亚书里 已经有预表了 耶稣所流的血 所流的保障 我们得意志 我们得解禁 他的边上我们得意志 那我们要打破自己 打破自己的什么 我们的内战 其实我们有很多 内在的东西 包括性格 包括个性 包括自我 你要打破那个原来的我 而且是要做牺牲的 我们看到很多宣教师 他们的牺牲 他们怎么样 来到不同的地方 怎么样 就牺牲了他自己 其实 这个 在19世纪 这个 英国有派宣教师 在中国 福建 的地方 传福音 他们在福建的地方 是讲台语 他们后来发现说 台湾也讲 是闽南话 是闽南话 台湾好像很多人讲闽南话 他们要派个宣教师来台湾 第一个宣教师 其实不是马亚科医师 台南那个马亚科医师 之前还有一个 你知道吗 他怎么 后来怎么没有来台湾 知道吗 他坐船 已经坐很远 从英国那样 坐到南中国海的时候 他要先到中国那边 是清朝 先到那边报到 然后再拆开到台湾 结果 船 就在南海 他在甲板上面 就大量打破了 就把他卷走了 第一个宣教师 就这样牺牲了 然后第二个 马亚科 才正常派到台湾 当然 因为这个 第一个宣教师 没有成功 所以马亚科 就成为第一个宣教师 马亚科也是听说 台湾派出去的宣教师 已经死了 他愿意继承这样子的一个使命 然后他就 又来到台湾 所以说 怎样 我们必须要打破自己 那也要做牺牲的一个准备 打破自己 刚刚牧师又说 我们要认我们的罪 在我们当中 其实有很多是自私的 有很多是自我的 有很多是嫉妒的 有很多是让不好的性格 都在我们的里面 这就是我们人的这个原罪 亚当夏娃犯罪之后 我们这样子 都有这个罪性 那我们要借这个认罪 打破自己 怎样 让自己的罪 来得释放 来得意志 那怎么做 我们要每天 每日的更新 你的读经当中 你怎么要去遇见耶稣 不是守圣上 你才会看见耶稣 而是你每天读经的时候 你怎么要去遇见那一位神 我们要不停的改变自己 每日的更新 我们上个礼拜 我们教会 有来四个短线队员 他们是从韩国教会来 有时候我会跟他们聊天 你为什么要 请一个礼拜的家来到这里 即使他们有的人在工作 有的人没有工作 在找工作 有的还是学生放暑假 放暑假就比较没有问题 那有的人是没有工作 他在找工作 他就没有工作 然后教会要短线队 他就跟得出来 然后来到我们教会 他就短线去传福音 去神龙街 街上去传福音 去问人家 说你听过耶稣吗 跟他去传耶稣 我发现说他们 为什么这么热情 然后他也渐渐的就影响到 我们教会的青年 有些人他没有工作 但是他来 他愿意为了耶稣 付出一个礼拜的时间 没关系一个礼拜 我的工作还没有 还没有着落 没有关系 但是怎样 我为了耶稣 我会应付出 那这样信仰当中 他说神会不会纪念他 他为耶稣的付出 耶稣会不会纪念他 这是我们要去思考 那有个医师 亚医师 他请了四天假 医师是最忙的 很多患者之类的 我看到说 布施你的电脑 可不可以借我用 我说他用用用 他就在那边 或许在处理公司 也不一定 就看到说 他还蛮忙的 但是他愿意怎样 把这些工作放下 一个礼拜来台湾 他们虽然没有办法成为宣教师 长期在那个地方 但他们也愿意 暑假的当中 奉献一个礼拜 给神佑 然后到台湾这个地方 基督徒 比率只有3% 5%的地方 虽然韩国是2% 30% 他们也愿意 这样子过来 然后机票前都自己出 自己搭 游览车下 我们都不用付出 我们只要提供到房间 住就好了 然后最后要走 还奉献 为我们家会奉献 那渐渐的 也会影响到我们家 因为我们需要为了 耶稣 来打破自己 他们也在打破他们自己 如果他是自私的 我时间要自己用 我的钱要自己用 能够付出吗 耶稣说 你要打破自己 然后再递给门徒 第二个 我们与主 是与主立约 与主立约 这个约定是什么约定 圣灵学院 在讨证这个 这个 耶稣为什么要做这个约定 其实这个跟婚约有点关联性 这个有点关联性 跟婚约有点关联性 在当时 那我们要做耶稣的新妇 或许你曾经听过这句话 我们要嫁给耶稣 所以有些女传道 她没有结婚 我已经嫁给耶稣了 不是说你真正的跟她 真的嫁给耶稣 可是把你的生命 献给耶稣 你如果有了婚姻的约定 你是不能背叛的 这个 西班牙法律也是很严格 这个婚姻也是非常慎重 那怎样 你嫁给耶稣 是这样 你不能背叛耶稣的信仰 我们教会九十钟 其实我 听到说 有人后来 背告 背告是什么意思 是什么是什么 所以后来他把你信耶稣 你现在把他不信了 被教 被派 所以我们 跟主立约 我们要守这个圣叉的时候 再一次思考 我们跟主的约定 跟主的约定 我们要忠心 忠心在神里面 忠心在教会里面 然后耶稣 教会是耶稣的身体 那我们要跟这个教会 要怎样 忠心的联系 我们要重复这个聚会 然后重复到教会来 这是与主的约定 然后我们也要去思考 去审视我们自己 是不是愿意分享的人 就好像这个 刚刚这个二十字节说 耶稣拨开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行 你们要这样做 我们是耶稣的门徒 我们要这样做 所以我们要再次思考 我们跟神的约定 这个约定 是不是再次的确认 有一个游戏 叫做传电 就是手握着手 你按一下 然后旁边的人 就在按一下 然后传下去 按两下 然后传 就按两下 如果你给他一组密码 一组号码 有时候是 电话号码也好 你传到最后 号码就乱掉 为什么 你传错了 所以 我们要真实的 将这个耶稣给我们 这个密码 这个爱的密码 让我们传下去 不能传错 耶稣就教导我们 要 要打破自己 打破自己 打破自己 这个是耶稣所交代的 第三 我们 当怎么样 我们 当要这样子做 我们纪念耶稣 当 你为耶稣付出的时候 当你为耶稣付出的时候 耶稣才会纪念 耶稣才会纪念 有句圣经讲的很好 你用什么良气良给的 神也要 怎样 用什么良气良给你 如果我们是很小气的 给人 人家当然也不会对 抗抗 当我们抗抗给人的时候 或许我们不会得到相同的 这个回报 但是怎样 主跟我们讲 我们应当要这样子做 圣经也讲过一句 里面有一句话 就是说 付出 要常付出 失比受更为有 台语是要叫 给人的 一笔把人拿到才有福气 你给人的 怎样 比你拿到更有福气 我们来 导演队走了 留下一大堆东西 什么 柴米油盐 醬醋茶都有 也有素材什么 我发现说 他们也不带走 就留给我们用 那我们 我就 所以每天我们的信徒 每天这些青年 你们领受 你们领受这些爱 相对你要怎样 你要心中的感动 你要将你的爱 再一次的分享给人 他给我们 我们再给别人 这个是 这个是我们把信仰里面 一个很重要 就是付出 这个你要分享 有一出戏 你越分享这个爱 爱就越大 爱是看不到 他说 你要爱 爱 去买买买买买 去买买的 到买不到 但是 爱有没有价值 爱或许有那个价值 我们看得到 像 炫耀师 医生 好像 懒大卫医师 他或许不知道说 有彰化技術教育 又变那么大 他看他的父子 就在这里 他付出 他分享 像这个爱就越大 爱是看不到的 他说 我们这次青少年演的一出戏 把这个小小的爱分给人 这个爱就会变大了 当这个爱又分享出去的时候 这个爱又会变得更大 但是有一个人 他爱不分享 他就变小 就变小 变小 到最后他的爱 就没有了 我们青少年演的这出戏 所以 各位 我们有三点跟大家分享 第一个 我们要打破我们自己 自己的内在 自己的性格 甚至你要把自己的教偷给主 第一个你要在行私审查 你跟主的立约 第三 你要这样子去做 你知道为什么哥林多教会 保罗写给哥林多教会 要重提这一段 为什么要重提这一段 这段已经是耶稣 那时候讲过的 为什么 保罗要提醒哥林多教会 熟主的审查的时候 因为他们那时候有爱餐 可能是聚会晚也有爱餐 那时候有没有什么宣召 没有那个很自私化的礼拜程序 这是后来才有 那时候只带大家一起聚会 一起读神的话语 一起祷告 一起生活 是团契的生活 从家庭里面开始 可是有的人就是怎样 他的动机不对 他只有在吃 再喝 只有在 可能要吃多一点 或者是想要 他这个好吃想要多吃一个怎样 所以怎样 不懂得这个团契的规范 不懂得这个 守这个餐的这个用意 他们那时候是每个礼拜 几乎有守这个餐 有守这个餐 所以就怎样 保罗就说 你们应当审查 才如果来吃这个饼 喝这个杯 不是像那个时候 他们怎样 只是为了吃饭 为了得饱足而已 所以保罗就给他们 写信给他们讲说 在你们当中 软弱化病的事也不少 但是你们要先分辨你们自己 才不至于受审 才不会说 才不会说 方法用错了 到了死的时候 被审判 被诅诚 所以这个 保罗重新提醒这个事 提醒这个教会 教会常常办活动 教会常常办活动 也要审思 我们是不是有像这样子做 所以 这段话 是从耶稣基督最后的晚餐 被拜的那一夜 拿起饼来 注谢 从那一段话 就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了 你们当如此行 为的是要纪念我 如果说 你纪念耶稣 耶稣相对的他也会纪念你 他会纪念你 为他所牺牲 所付出的 这个吃饼之后 他又拿起杯 说这是用我的血 所立的心愿 所以耶稣就预表 他自己即将杯 用很极酷的酷刑 死在十字架上 十字架是一个刑具 在当时罗马帝国的时候 是一个处犯 这个政治犯 就说你有叛乱的 你有叛乱这种意图的人 就把你抓起来 钉十字架 所以说耶稣是 是用被叛乱罪 这样的 把他钉在十字架上面 所以耶稣呢 他的血 他所流的血 怎样 他来做这个约定 那我们锁这个圣汉的时候 也是用这样的方式 来纪念我们的主 愿把这三点 来勉励大家 我们一起来祷告 主 主 我们在你面前 献上我们的感恩祷告 让我们 对圣禅 更深入的 来了解 让我们也愿意 成为 一个分享的人 让我们 知道说主 你为我们 牺牲 为我们所流的血 你也与 你的门徒约定 主我们相信 我们 你的话 必定要成就 所以主 我们愿意 与你再次的愿意 来审查自己 来 认自己的罪 也愿意 更委身在主 你的面前 更委身在教会的 事奉上 更委身在主 你的事奉上 主 求主 你的话 常常来帮助 免离我们 调望我们 火热的心 来 为主 你服侍 来 传福音 在台湾这块土地上 我们看见 这块土地的明信 看到 这片土地的人 所居住的人 这么的贪婪 看到这片土地上 所居住的人 有时候 没有信心 没有盼望 主 我们需要 求主 你更大来 调望我们 让教会得到福心 我们在你的面前 心想阿爸 奉靠耶稣 救生你来求 Amen 奉主耶稣 这对名 欢迎凡属他教会的 弟兄姐妹 按教会的规定 都可以领受圣餐 我们一起来守主圣餐 现在弟兄姐妹们 请听主耶稣 对凡归相他的人 所说的恩典的话 我是生命的良 到我这里来的 必定不恶 信我的永远不可 凡父所施给我的 必到我这里来 到我这里来的 我总不丢弃他 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弟兄姐妹 我们愿意在你的面前 来领受 为神的话语 常帮助我们 也借助你的肉体 你的宝血 让我们得意志 也借助你的肉体 跟宝血 让我们再次与你约定 主 求你帮助我们 我在里面你身上 祷告 奉靠耶稣你来求 阿们 变主耶稣基督 要跟领域你们同战 结束说 这是我的身体 为你们舍的 你们当如此心 为了是纪念我 这是基督的身体 为你们所舍的 每一次 你做的时候 当如此来纪念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我会认为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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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是基督的身体 为我们使得的 我们当中使息 来祭祷耶稣基督 我们一起来听说 学书说 这杯是我用学所立的约 你们每当课的时候 当不执行 为的是要来纪念我 我们一起来听说 中文字幕 李宗盛 字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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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